大爆炸 嘿 大家好 我這個禮拜很高興幫大家介紹雨波的錶款 一兩個禮拜前我拍了一支雨波的影片 有蠻多人訊息我們說希望能看到更多雨波的錶款 那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歡聊雨波的錶款 所以我們今天就帶來四支雨波非常招牌的這個大爆炸系列的錶款 那先從這個名字開始 大爆炸這個所謂的 它是在講Big Bang 就是宇宙一切的起源 就是有了這個大爆炸以後 這之後所有的空間 所有的時間跟中間的元素 都是從這個之後開始的 那它表達的是說雨波在創造力上 它是有無限的創造力 可以從各種方向去探索這個世界的樣子 那我先從這一支 我覺得這一支算是他們非常招牌的 從材質開始 這是他們特別的黃金 他們叫King Go 那這個地方除了18K金玫瑰金以外 它特別加了5%的波金 讓它的這個光澤可以更穩定 那可以看到它這個平面的洗刷 跟它側面的亮面 我覺得處理得非常非常漂亮 那面盤上可以看到它是一個非常 可以說算是工業風格吧 非常鏤空的一個面盤 然後裡面是它的當家招牌 UNICO非凡機型 那它是一個垂直性的計時碼錶 簡單來講的話就是說 有一些機型它是有一個自動上鏈的機型 然後再加一個計時碼錶的模式 UNICO的話它是從最一開始 每一個設計每一個配置都是為了這個 非凡計時碼錶設計的 那這是在定期日表裡面會做的 就是說它每一個作品 它就是從一切都是為了這個作品的設計開始 不會說去加個模組 或者是說用通用機型 再去做一些加強之類的這樣子 走面盤上就是非常 覺得它對自己的風格很有自信 這很明顯不是一個全白髮廊面 然後很簡單的石標 配上細烈之爭 它就是一個非常當代 我覺得運動表有表達一個強烈的 一個非常strong 非常就像它的機型一樣 我覺得UNICO機型是一個 非常穩定非常強壯 同時又非常細膩的 它有很多很好的優點 那動能儲存也非常好 雙向自動上鏈 非凡機型的這個觸感 我覺得是業界可以說是最好的 那我自己是蠻怕的就是說 有時候即時碼錶按下去的時候很硬 那不只按起來很痛 也會讓我對這個手錶的 這個感覺會有點差吧 那我覺得它有一個這麼強壯的外觀 然後有這麼powerful的機型 那在觸感使用上也是非常舒服的 很棒的一個綜合起來的感覺 那接下來我們還有什麼呢 看它的錶帶 那錶帶這個地方也是非常輕鬆 就是它可以隨時調整 它的這個大小 就是你如果要借給別人帶的話 都是可以很簡單的就可以調整 那錶帶也是快拆的 你如果之後要換白色的錶帶 或是任何顏色的 直接很簡單的就可以自己處理 So yeah 我覺得UNICO機型 I really 我很喜歡它這種 非常強壯的一個外型 戴在手上這個黃金 配上這個紅色的點綴 然後一個非常強壯 可以同時很細膩的機型 怎麼說細膩呢 比如說它的優勢百輪這個地方 它是可以單獨拆下來的 那這會讓消費者在 維修件這個地方的話 它可以直接從原廠送一個 已經調整好的 這個部分可以幫你裝上去 那你的這個它再拿回原廠 它再慢慢處理就好了 那這也是一個非常 頂級的機型才會有的一個功能 So I really like 這個我非常喜歡這種 由你到外 就是非常好的一些特質 非常值得去探索 那剛剛那隻KING GO 接下來這一隻是它的MAGIC GO 那我覺得KING GO是比較華麗一點 我個人是覺得這種 比較啞黑黑色陶瓷 配上剛剛講的這個 非常工業風的這個鏤空面盤 我非常喜歡那個風格 剛剛一樣的處理方式 用陶瓷 黑色陶瓷的這個材質 就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感覺 那這一圈 其實它也是陶瓷 這就是他們的MAGIC GO 它這是陶瓷跟KING混合的一個材質 那在他們做出來之前 我從來沒有想到說 這兩個材質是可以混在一起的 那它好處就是說 陶瓷非常非常抗掛 那KING表最擔心的就是 它比較容易掛得到 有時候真的你光看著它 多看它兩眼就多一道痕跡在上面 那這個材質的話 你就不用擔心這個事情 所以它一樣 裡面UNIQO機器 黑色工業風 然後再加上金色的石標 紅色的點綴 這也是一塊我自己覺得 每天戴起來會是一個 風格很強的一支錶 充滿自信 很符合雨波的風格 不把自己演示成一個斯文錶 或者是一個傳統的錶管 它就是照它的這個設計風格去創造 這個MAGIC GO的這個光輝非常特別 在不同的角度它會有一個彩色的光環在上面 很符合這個MAGIC GO這個名字 也是一款像我剛剛講的 很棒的機型 快拆 隨時可以調節錶帶 然後菜質也很特別的 非凡技術打錶 再來這一支還有一個 這個也是很酷 所以這個先說它的材質 剛剛是PING GO MAGIC GO 那這個地方是3D碳纖維 3D碳纖維它其實是 美軍在戰爭的時候研發出來的一個材質 它們需要運輸 就是長遠距離運輸 它們的武器的時候 它們需要非常堅固 非常輕的材質 那所以說 比起一般的碳纖維材質 它是3D 所以它有三個不同的方向 編織出來 所以說它是更細膩 更強壯的一個材質 那我覺得很酷就是說 用一個這麼酷的材質 然後用那個高爾夫球的錶上面 就是大家一開始可能對 高爾夫球的印象是比較優雅 高貴的這種感覺 可是其實當代的高爾夫球 非常講求你的power 你的力量 你的爆發力 就是當代的高爾夫球 你必須要信用一定的power 你要有一定的力量 你才有辦法去彈之後的技術 那我非常喜歡就是說 它在一個Golf的一個 錶環上選了一個這麼帥氣的黑色 士兵上戰場的這種感覺 就是也是一樣很特別的機器 走這個地方它有一個 一個shot 一個hold 那這個地方是歸零件 所以你在打高爾夫球的時候 比如說像這個地方是hold on zero shot是零 你這個地方 第一洞 也是兩下 所以現在第一洞兩個shot 這裡總共打了零 OK我打到下一洞 我現在按 嗯 放得下 好這個方向 我現在按下去 說shot是零 我hold到第二了 我又打了兩桿 所以我第二洞打了兩桿 總共四桿 那這個地方是你在打球的過程中可以計算的 那當然它既然做了一個這樣的機芯 可以讓你邊打高爾夫球邊使用的表 它就是非常有自信 它一直跟它內在的機芯 是可以承受高爾夫球的這個衝擊力 很厲害的一點 我覺得任高爾夫球那個瞬間爆發力 瞬間衝擊力 在一個這麼細膩的機械裝置上面 是非常強的 這每一款都有自己非常強的風格 也都有很不同的表現方式 那最後還有一款 這個就更不用說了 完全透明的藍寶石水晶陀飛輪 首先你可以非常完全的欣賞到 它整個機芯的運作 那我自己覺得最不可思議的 除了它這個整個概念 當初團隊竟然有人可以想出說 OK 我們試試看做這樣子一支錶 就是它這個藍寶石水晶 就是一般表面的那個藍寶石水晶 那應該要是非常硬 基本上是鑽石等級的硬度 然後非常防滑 那你用這麼樣的材質 可以做出這麼細膩的錶殼 甚至做出它的螺絲孔 就是為了讓你可以完全欣賞到一支透明的錶 也同時也是說我覺得 應該沒有別的錶場有這個想法 或者是有這個能力可以做出這一支錶 錶帶也把它做成透明的 不過這一款我覺得真的非常特別 就這四款都非常符合這個大爆炸 這個系列這個名字 真的是無限的去探索去發展 宇波他從最一開始他就不會說 你看看我的技術 我是不是一個頂級的錶場 就是他不會一直去取得這種認可 我覺得他反而一直去問的就是說 客人喜不喜歡我們的錶 我們做的這個客人喜不喜歡 我們還有什麼其他方向可以去探索 我們還有什麼其他的聯名 其他的跟哪個不同業界 可以再去創造更多的不同樣的作品 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難得的 可以隨著自己的創作力 隨著自己想像力去做事 就純粹為了創作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當代錶場裡面 我很佩服 一般來講你投入這麼多的資金 你做出這麼好的工藝 你就是想要說 我在這業界應該是低級你低級你這樣子的 把我覺得宇波真的完全 專注於在他們的創造身上 似的去說 我還有什麼可以 我還有什麼沒有做的 我還有哪個方向可以走 那我覺得這一系列 這四支錶都很明確地表達出 他們這個品牌的方向 我非常喜歡跟客人聊宇波的錶 就是隨時在這裡 我就介紹就可以介紹 非常非常久 所以從這個地方 我覺得算是非常 像招牌當家的這個KING GO 帶有一個非常特殊的材質 MAGIC GO 魔術金 是陶瓷跟黑金混合 配上黑色陶瓷的錶殼 所以這一支的陶瓷 錶殼也是非常耐刮 也是一個非常漂亮的這個牙黑色 帶有一個3D碳纖維 不過它是我的高爾夫球 一般來講是覺得非常優雅 非常高貴的這個運動 做出一個充滿力量 充滿爆炸力 充滿爆發力的這一面 那到最後這個藍寶石水晶 我非常感謝宇波 有這樣的一個錶場 可以這麼自在地去發表 這麼自由地展現自己 非常喜歡幫客人 介紹宇波的錶款 那也希望大家有機會的時候 可以來看看 宇波的這種 全方面的創造力 全方面的想像力 我覺得非常符合 當代人的意識 一個思維的一個錶場 首先很高興這個禮拜 又能幫大家介紹一些 非常漂亮的錶款 那希望下次 還能幫大家介紹更多更好的作品